欢迎回到全体注意 看到我这个动作就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篮球的单元 马上来欢迎两位的来宾 他们是师徒之间的关系 现在欢迎的是许时钦教练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旁边就是我们本届P家的状元狼张震雅 大家好 好 在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来现场来聊一聊了 对不对 先谈一下 现在最火热的就是interleague跨联盟 好不好 跨联盟 目前在这个时间点Rising Star是打了两场比赛 然后一胜一败 那刚好 时钦也是有担任球评 也刚好有去拨 你觉得整体来讲Rising Star打的怎么样 然后镇雅打的怎么样 我觉得整体来讲 其实我第一场在拨工程师对 工程师对 对战组合都忘记 桃園云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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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确定 不是 不是不是 你刚刚是你吗 台皮 台皮 一个打一个拨 对 我都记得是怎样 台皮先打工程师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好像 应该张力不会那么强 然后工程师因为本土振动比较齐全 台皮相对来讲 SBO他好像人员比较少 我觉得打起来会有落差很大 但其实我错了 我觉得第一场 对第一场我就看到台皮的年轻的选手 他就一直在表现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跨联盟的比赛 我觉得很棒 就是你增加了很多曝光的机会 因为现在三个联盟 其实非常多的机会 你只要抓到一些机会点 上场时间有打好那一两场 其实让人家注意你以后 其实你在来年的一些合约 我觉得跟一些机会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 这个跨联盟是蛮棒的 子弟兵满意吗 郑亚目前的表现 你满意吗 不错 在第一场 因为我播的第二场是他打 我一开始就投了好多的三分 总共那场比赛是四颗 对不对 七头四重 我这命中率很高 所以你算满意 满意 那郑亚自己呢 我是觉得就是 能够刚上职业 就能有这种跨联盟的交流赛 是对我们几个新秀 算是很好的一个启程 对啊 因为像我自己是满期待 能够对到T1的球队 哦 对 因为我会这样想是因为 就是可能 等到我们开季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到T1的球队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他们还是有很多诠释 智子很好跟经验很好的球员在那边 所以我能够透过这次比赛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算是给我们几个新秀 在出入职业赛场上面是个很好的经验 讲得很好 那我刚才不是说很紧张 哇塞 哇塞 来我们这节目 就要直接切入好吗 没有了 不要回答 这是什么 不过 不过 这个T跟P 还有S 现在大家都讲这三大联盟 就是大家都会在吵说 到底哪一个是农场 哪一个实力比较强 甚至连球队切进去之后 就在分析 什么富邦大鱼 海神大鱼 中信大鱼 领航员 我们这样就开始分类 所以其实大家讨论的都很 那我觉得这就是刚刚你说 在转播当中看到的 球员其实很想要证明自己 包括 郑雅应该有感觉到 第一场是对张化伯利利 对伯利利 上半场打得很 很用力 真的打得很用力 对 他会觉得说 我们是SB BL的球队 然后甚至是今年才成立的球队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比较弱 然后Riningstar P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讨论 哇这些选秀弄得那么轰动 对不对 看到状元 打 对不对 你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对 有 算是有 是 对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怎么感受到他们 好像很认真想要赢球 想要击败你们 那种在场上 虽然我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虽然外界可能觉得联盟有高有低 但是我觉得就球场上面的球员来说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 对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跟我们联名城相仿的球员 对 然后他们甚至有一年的职业赛的经验 算是经验还是比我们再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在上半场能够有五五波算是 但是我自己是不会觉得有点意外 算是觉得说是意料之中的 好 但这样打下来 你最后赢球有没有那种就是 呼 还好 我们赢了 其实我本来就不觉得说 我们 他打得赢你们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就是把他们一口咬下 好 你本来就不觉得这样子 就是要慢慢慢慢循序见进去 一波进攻 一波防守去累积才能 拉开分数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本来就是设定就这样 不管是哪一个对手 其实都一样就对了 的确也是 那死经验的人 就是看下来这两场比赛 Rising Star目前为止状况的调整 我觉得今天这一场虽然是苏玉龙吧 刚刚 可是就是在整个轮替 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 因为每一队的新秀跟一年级二年级生 其实我觉得其实教练团的一个 每一场的报名的名单 其实也满上脑筋的 就是要赢球 可是他又想让大家都有曝光的机会 所以变成说 整体今天打下来我觉得是 比较清楚知道可能他有设定五个战术 可能像今天就会打比较少 比较有效 然后好像在球场上的一些 球员的一些默契就慢慢有建立起来 的确是 好 那这一次的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哪一支球队的初赛 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说因为其实除了博力力之外 其他球队都有经过上个赛季的表现 有没有什么哪一支球队你会觉得说 比如说我说好的我觉得台岗烈鹰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有新人加入 对不对 或者是说中华培训有邱子轩 对不对 爱一堂的人不错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哪一支球队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你觉得说这支球队其实今年不错 不管是在哪一个联盟 来 石金教练先 我这样子这样看下来 我目前是我觉得还是工程师 虽然他今天是输嘛 刚刚输 但我觉得他的一个整体的阵容 就是他补了齐敏 然后曾博裕 对 曾博裕 其实在后卫一二号这个角色 就变成说他在前两年 其实会被打点会不会针对 或者说他的节奏有时候会起伏很大 有时候得失分会很快 但是补到这几个后卫 我觉得真的对他们后场的战力 提升非常的多 那当然还在整合 这次他们也算是少数几个 就是阵容比较齐全的球队 这样打下来我觉得还蛮期待 他们下个球季的一个发挥 因为去年他们是亚军 对 所以今年 特别是我觉得他们的阵容 洋将部分补的真的蛮可怕的 有布拉本来就是已经很难解了 然后辛巴 现在叫辛巴 然后再又阿提诺 然后再补一个他的好朋友 就是那个辛巴好朋友Benet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阵容 的确是可以来期待一下 当然我们的跨联盟是没有洋将的 真的会不会期待跟洋将交手 洋将吗 对 洋将 我更期待是能够跟洋将配合 配合 自己对上这样的配合 因为我觉得洋将他们除了身体素质之外 他们经验跟处理球的能力 一定都是上层的 才可以到海外去抢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我蛮想要跟自己对上洋将 那以前在讲话是桑尼罗 对 因为他是真的蛮有经验的 大家都很称赞他的球上很高 对 球上很高 所以也会想要跟他一起学习 那so far到目前为止 跨联盟你的比赛 有没有哪一支球队印象比较深刻 印象深刻吗 对对对 就是说打起来 或者是说你看到他们比赛 不一定要对到 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打完 我自己是觉得中华培训队 因为虽然他们可能有阿提诺在阵 然后是帕克加人领军的 对 但是我觉得你除了有老外 阿提诺 阿提诺 老外之外你奔入的球员 能够顶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 而且他们都是从大学生里面 去抓的球员 很多球员都是这样 但会让我觉得说就是 可能像我刚出 刚上职业的菜鸟 要去挑战学长 但是底下其实还有更多学弟 想要去 就是去墙的位置 去增的位置一样 会让我觉得他们 算是真的是有顶上来 来去面对这个职业赛 对延续你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在Rising Star当中 你们现在是队友 可是到时候赛季开始 就变对手了 对不对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你可以配合的 不过以目前为止 球队上面有没有哪个队友 你觉得配起来最舒服 或是说最不好配合也可以 最不好配合 先回答最不好配合 没有啦 最不好配没有啦 官方 我们等一下试一下 然后私讯 但是我真的蛮喜欢小白的 小白 未来的队友啦 现在也是队友啦 其实从一手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 小白的配球很好 而且出球非常快 我真的蛮喜欢这一点 就是也很明确 虽然小白 但是小白也有需要加强的地方 但是我真的很欣赏 身为控球 还有加强什么你觉得 就是他一直在说的就是身体对抗 身体对抗 也是我需要加强的 就一直被装的东倒吸 对对对对对 有个强度 你觉得你自己呢 身体对抗是OK的吗 我自己觉得我是有 真的有在慢慢习惯 慢慢习惯 但是可能就是在往锋线转型的路上 还有很多需要去雕磨 对 感觉起来 他学生时期就是这么的谦虚 对对对 其实就是非常的谦虚 又温柔又帅 然后又孝顺有没有 万人迷 万人迷 没有没有 那跟钟明轩有的比 哈哈哈哈 大家讲这个你怎么看 你觉得像吗 好像有一半像 就是可能就是这个 发型 对 但他的发色比较特别 对就发型 然后眉毛可能也都比较粗一点 对 对 你还要换发型吗 面对镜头跟钟明轩讲一句 哈哈哈哈 没有啦没有啦 那实际教练你看了照片之后 你觉得好像郑雅的弟弟比较像 我刚刚在录影前 跟他讲我就查了一下 就那个角度是他弟弟比较像 他弟弟比较像 OK好 但我弟弟偏黑啦 就是钟明轩是白的 白的 黑白的 他比你黑吗 你弟比你黑吗 哦又更黑 OK好 这是题外话啦 这就是大家在网路上面 会有时候郑雅打得好的时候 就说明轩好球啊 之类的 这其实都是讨论啦 就是讨论 那我相信 郑雅可能在接下来 你可能也要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说 Plus League目前为止看起来 网路的声量啊 官场的人数啊 可能都是算是 目前蓝坛顶峰的 那身为又是联盟的状元狼 你觉得在新赛季 你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给自己 就是当然先打完这个 跨联盟的交流赛之后 新赛季的开始 你怎么去设定 其实有 我在选秀会上就有提到说 就是我想要把自己的三分线的命中率 设定在四成以上 四成以上 对 虽然这可能真的很高标 但是我觉得 把目标设高一点去追逐来说 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 好比说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来说 设高一点对我来说动力会很大 对 我是这样子讲 OK 那石金教练你觉得 你希望看到他怎么样打出 这个新赛季的水准 的表现 对 我觉得还是在身体碰撞吧 身体碰撞 因为他现在要转到封线这一块 那其实你看同个位置 你先不讲一些年轻什么杨静明什么的 而且有些是年龄跟他差很多的 所以有时候学长常常上课就来个碰撞 或说你还没有拿到球 他在远边就可能有一些动作 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块他必须要赶快适应 就不要被影响到就 就缩起来不敢打 因为一定有很多学长准备 啊 选秀状元啊 好来吧 对啊 是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一块就是在 在身体接触上跟心理层面上 我觉得要先打 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在新赛季开打之前 你看一下去年那个选秀状元 什么被编的 你可能要心理准备 有听过灿昆毅说吗 有 有 你之后可能就会被安排到其他的一些电竞 电面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或者去嘉乐福啊 这之类的 大润发之类的 你有觉得自己有准备好了吗 还是你平常不太管这些 其实我就前几个月去世界杯 就已经好像有稍微的感觉到 为什么 对因为就是世界杯我表现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表现 对然后就被网路上很多 因为我之前都会看 我都会看别人 但是等到真的换到我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苗头都对准我 然后就发现说那感受其实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对真的不是很好受 因为大家讲都蛮难听的 对啊 网路上面这些键盘手真的 酸民没有在客气的 对啊 所以还算是有那个 有点经验的 你印象中讲最直接的是什么 谁留言让你觉得 我看过就忘了 但是我那个感受其实都在 就是不舒服 对真的蛮不舒服 但特别又是自己没打好的时候 对对对 那要不然来讲一下那个 世界杯资格赛 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跟孙明辉的冲突 对 那个当下的状况是什么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蛮多人想知道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根本没什么 其实是没什么 是正常球场上面的碰撞 对啊 只是两个小朋友在互相勾手而已 相较以前时期的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在勾手 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但是可能就是在前一波吧 就我可能好像有不小心会到嘛 就是我在当人的时候 好像他觉得我好像是刻意 所以他在下一波的时候就刻意去用 就变成情侣勾手 那他有讲什么 他没有讲什么 他只是好像在耍狠 但是他真的不是很狠 因为他身高就在那边 哎呦 男人听到 诶 正牙有一点火药味了 不错不错不错 但是他觉得自己在耍狠 自己在耍狠 OK 所以你觉得觉得还好 这是小事 对 OK 那今天啊 今天不是有被回一个 知己出发的对不对 今天也是 对啊 就是在转换的时候被推倒 对 然后你当下的反应也是笑笑的站起来 因为那是我演到了 他没有推很大 但是我看到他那个 看到小柯学长 对 小柯学长 他那个脸就好像要开始弄了 对 就顺势的演一个 这也是经验 所以真的还不错 不错不错 脑筋清楚 很清楚 都挑小枝的 因为我 不是吧 大伤的 千远离弱 大伤的星巴尼好 那真的灰就往你上招呼 对 对 要先跑啊 打完他先往后面 原来你求伤比桑尼还高 不错不错 这是等于说为了职业的比赛来做准备 这种冲突 那那个跟孙明慧的冲突完之后 你有跟队友讲什么吗 好像你有在聊 没有 就是像他们都跟我说就是 就是冷静一下 然后回到球场上面 对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就是 新赛季的 Plus League 那刚刚讲到说你对于自己的三边线的设定 那另外奖项的部分呢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都会问到的 就是说毕竟是选秀状元啦 就是大家会期待说是不是要拿下 新人王 这个东西你怎么看 我不会去设定我自己要拿什么奖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设 先什么奖项先设定出来的话 太抽象了 太抽象了 如果我真的要那么去追逐的话 反而会让我得失心太重 太重 对 所以我会反而说 焦点回归到一场一场比赛去来 那种东西就自然的 如果你真的有表现的话 就会自己进到自己手里 如果说以领航员的阵容来讲的话 你觉得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可以提供球队什么东西 当然是我最擅长的外线 对 我应该是他们也是 就我的这个优势来选择我吧 对 对 以领航员的上一季的打法 的确也是就是很多外围的投射 可是命中率就是有点像是 我们开玩笑讲的塞塞子 对有时候塞到6 有时候就很准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投不进 所以这可能是 郑雅你认为你可以帮助球队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 如果缺点呢 有什么东西要改进的 缺点可能就是 真的就是适应直接赛场上面的强度 强度 对 而且我觉得势必要赶快去适应这样的强度 因为如果你不适应的话 就可能会像世界杯一样 那个强度落差太大 就没办法把我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 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把身体强化好 这个东西跟你在之前那个 Plus League的体测 跟包括像是刚刚史青教练有提到的 像杨静明这种大学长 有没有什么震撼教育的感觉 是不是那个时候有 体测 其实敏哥 还好 但是这个还好 不是他真的还好 是因为他就觉得说 这个测试赛只是想要跟老弟 小老弟玩一玩 那种感觉 但是安哥我是真的有点 有印象深刻 因为我觉得安哥已经退休多年了 但是他的身体的那个 对抗 好像真的还蛮粗的 什么好像 好像 你以为他是装出来的吗 对 真的 还蛮粗的 因为就是已经退休多年的 很多年 但是维持的 对 但是维持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 这种自律应该就是从球员时期 延伸到退休之后 才可以有到现在还是可以 球场上跟年轻的 没错 心肝都40出了 40出 对 都还能够维持 维持政治 所以你是觉得说 这个让你觉得说 是不是可以学习 对 就是说在球场上面 然后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甚至要维持到 你自己有 算是刚开始 你自己有想到说打到几岁吗 没有 但是 应该是要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好 照顾得好 对 对 那谈一下那球 好像有吃安哥一球 对 那球感觉是不是很爽 还真的蛮爽的 还真的蛮爽的 真的蛮爽 那下来有没有跟安哥 配一下垃圾话 没有 还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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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很熟了就敢 还不敢 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梁洋元选 对啊 所以还不敢 对 对 人家选到之后 交手机位就多了 对不对 不过那个是 一个就是等于说 不错的开始 等于说是 因为毕竟信仰也是 台湾难坛一个指标性人物 对 那现在刚好又是你们球队的 总经理 JM 对 等于说 这讲从 这个对抗赛就开始有一些的话题出现 那在 Plus League这个赛季开始之后 我相信跟着比赛 这个开打之后 一定会有更多的话题 那不管是在网络上面怎么讨论 或者是说球迷怎么看 你自己做的准备 就是包括像是 每一场比赛 你说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打 自己有没有在比赛当中的一些 比如说习惯 或者是迷信 比如说有些人特别会听什么音乐 在赛前一定不吃东西 或者说一定要吃什么 你自己比赛有没有这种小东西 跟我们分享 要说迷信 要说迷信 应该是没有 但是 迷信没有 要说信仰是有 信仰是没有 对 比如说 就是赛前就是真的会 静一下心 好好祷告 好好祷告 对 但是 通常都不会太长 就是 短短的几句话 就是 主要是让自己心定下 在枪上就是 平心的去面对每一场比赛跟那颗球 对 这样就够了 对 也近三分不是会有一个动作 对 对 是 从国中的时期吧 就已经在习惯做的动作 就是 这样 所以这个你也是有特别设计过的吗 没有设计 但是就是 我也忘记当初怎么会这样做 但是 你要不要再做一次看看 比如说投进一个三分 没有三分 有啊 有脚都投一下 没有篮框还不行 没有篮框 要有镜那种感觉 对 那就是 是 就是 轻一下还是说 胸口轻一下 之前是这样 但是想说 都是一直摸球 就没有你能打 没有 这个经济性这样 现在疫情 对 还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变成胸口 对 胸口这样子 这有点像是 一个等于说跟 这个 溝通啦 荣耀会上帝这样子 这种感觉 OK 好 这个我觉得希望在新赛季 这个 比赛开打之后 应该大家会看到 镇亚满场做这样子的动作 因为三分会一颗接一颗 好 接下来问一个 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 吃毛豆会吐皮 诶 司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刚刚有查了一下 有查了一下 有查了一下 他就说连这个都有 都有 把他当成葡萄吃是不是 来分享一下 不是 那时候是 我知道 吃毛豆要吐皮 但是 他们那边的毛豆还还不错 上面有撒一些香料跟 你说胡椒啊 那种的 拉辣这样还蛮香 我想说这样到底要怎么吃 毛豆是真的可以吃吗 然后我就 吃看看 一颗这样 好像还可以 就是有那个 那个筋嘛 筋 好像咬不掉就算了 就涂掉了 然后再接一颗 吃那个皮 还不错 然后再打筋 筋咬不掉就涂掉皮 所以你是觉得 它那个外面弄起来 好像也很好吃的 就直接吃掉 那回去肚子有怪怪的吗 好像有 好像有 好像拉肚子 那现在记得要 要怎么吃毛豆 好像就是 也可以就是把毛豆 放在里面 但是就是要把 豆子挤出来 然后顺便藏一下 上面的那个 是吗 正确的吃 对 味道吃掉之后 皮要记得吐出来 了解了 了解了 这完全是一个 这个场外的小故事 那希望接下来 可以挖更多 正牙的小故事 因为其实 以正牙的 这个在场上那个形象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 非常多人喜欢 他在场上这种 就是 微笑 对 然后又 有好表现 对 这大家都还蛮期待 撞猿狼 那 来吧 我们大部分是 focus在正牙身上 来 史丁教练聊一下 这个我们从别的节目 已经追问到现在 对 现在到全体注意 要继续问你了 你接下来 到底要计划怎么做 近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有什么打算 未来有什么打算 就是其实 还是会围绕在篮球的上面 周遭 那也不一定是教练的 对 如果也是这样 也是OK 只是说因为 之前当了12年的教练 其实就是 一整年 每天每天 一直不断的这样子 等于是 每年每年 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变成 我还是很热爱 我还是很喜欢 只是说 好像该踩个刹车 休息一下 沉淀一下 对 慢下来去看一些事情 可能以前在比赛 就是比完以后下个阶段 杯赛 联赛 招生 其实很少时间 慢下来去想 想到你学的东西 怎么吸收以后 去把它使用出来 所以其实就是休息 刚好这一阵子也休息一段时间 其实会让我想到 如果我教练 如果之后 比如说十年后 我会遇到 我真的不能当教练了 那我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篮球这个领域 而且是工作 其实最近就想得非常的多 其实我觉得后来想一下 也好 早一点遇到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会觉得 不知道要做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你就是这样讲起来 已经决定要强势付出了是不是 没有 不是 我不是强势付出 李昂元需要大前锋 大前锋 这个给我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 半年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 这个重量保一下 想一下 对 就想一想之后 然后呢 怎么计划 怎么计划 那时候就是 没有在南昌我就想说 是不是可能录录节目 然后Podcast或者是 讲球 那时候有想说 球评这一块是也可以经营一下 因为那时候 有到友台去播一个 亚洲大学的邀请赛 我播完我觉得 比赛完了 你知道完全没有比赛的一些 你要修正调整的一个情绪 或者是那种 你要赶快去准备 那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 我都觉得突然很轻松 另外一个角度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教练的一个工作 所以现在等于说还是在 有点像是过渡期准备期 过渡期 听说今年年底会有消息 没有啦 大家都在传 因为在稿子上面写的 说会接掌职业队 这边先前有传出 会接掌职业队 那如果真的有职业球队 想要找你的话呢 现在好像 是不是 不是很像 研之过早吗 研之过早 那如果现在真的有 不管是哪一个联盟 有职业队希望说 我们要把你这个 实情拉进来 毕竟是一个难得 不可多得的教练的话 你会考量吗 我会想耶 可是就是要看 当下的状况 对 当下的状况 然后球队是不是可以 比较允许我可能还要 一段时间要休息 因为已经9月了 其实现在可能外国教练 或者是外籍球员 其实陆陆续续 应该9月底 应该都会到台湾去念 那变成说那个时间点 我应该还没有去规划说 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所以可能这个 还是要看一些机缘吧 我觉得 因为真的太多太多传言了 对 我随便听到的就是 T可能大概就是有三支 有找实情教练 然后P呢 也听到很多 为什么你听了那么多 对我听了很多 你都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没那么多 反正就很多 这个都想找实情来执教 或者是说加入他们的团队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好事 因为人才就是受到肯定 如果假设假设 就是说真的到领行员去执教的话 你会开心吗 会 会喔 对不对 来讲一下好了 我们切到南三的那个阶段好了 就是在高中时期 你跟史丁教练 你对于这位教练的看法是什么 那时候在学生的时候 高中时候 我其实很多 但是我现在印象就是想很多 他会去思考很多迷向 OK 想很多 而且尤其就是到球场 我就会拿出自己的本质 在那边不知道在写什么 哈哈哈哈 可是其实很长 几乎是每一天 然后也有就是 听说就是一回到家 就先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去研究隔天的训练计划 嗯 对我自己是觉得 清哥真的好像 真的 满花心思 就是跟时间在这个球队上面 所以会觉得 是一个想很多的教练 想很多 对你的帮助最大是什么 高中时期 嗯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除了刚刚他回去写小本子 有 有 是觉得有一件事情 就是清哥很常会在 会看书 跟 看网路上的东西 然后他觉得有意了 他就会跟小朋友分享 对 我还记得 一些小故事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金句 哦 金句 对 我现在就 就是有一个很 蛮有印象的话是 他先写在白板上面 在练球前先这样解 然后翻开 就是一个文言文 文言文 我们全部都撒 看不懂 看不懂 对 但是那句文言文是 或是福之所一 福系或之所五 对 就是意思就是 我也听不懂 就是福跟或是互相伴随的 对 我那时候还蛮印象深刻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觉得 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对 我自己是觉得 对我之后的印象蛮大 就是可能在球场上 你当你比较 你是有感动想要哭啊 摸了彼此 不会那么感动 好像有点红红的眼睛 对对对 那时候那句话 其实帮助蛮大 其实让我觉得说 在球场上 可能你这一场表现得很亮眼 但是你可能下一场 马上就跌到谷底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说 在高处的时候 你不要变得骄傲 然后在低处的时候 你也不要低头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真的是在 帮助你很多 帮助我很多 那你怎么找到这些金句 因为我从小时候 就很喜欢看那种心灵励志 或者是那种战国时代 三国 很多大国跟小国怎么被并吞 很多策略 很多的一些想法 刘备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一个小国用什么奇招 可以打赢这种 我就会去想这个 然后这个一句话是 司马懿他的一个名言 对 就是就像他讲 输球可能你会找到很多机会 其实那个是好事 可以找到赢球的契机 那赢球了 那你有可能会输球 其实就是你不要太在意 不在意是不可能 因为我现在讲很轻松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 像今天这样比赛 我一定会一直在想 今天哪里做得好 做得不好 其实就是说 你要放下过去 就是说你不要再去纠结 不要打结 就是说有些事情 你觉得这样去做就去做 那做了以后 计划很重要 但是遇到的状况 你应该怎么去危机处理 这个反而是我觉得 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说到底怎么做最好 就是你就先做 做了以后你就会有经验 去危机处理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 执教上面的一些哲学 是有鼓励到镇雅的 觉得 even到现在变成职业球员 你觉得这句话 你都会记得很清楚 所以蛮想跟清哥说 就是 可能那时候高中小朋友 看这些话懵懵懂懂 但是其实潜移默之间 都会影响着球员 对啊 你看培养出一个 职业联盟的选秀状元 而且他现在在场上拼战 还带着你的这个金句 金句 再讲一遍 获养福之所以 福系获之所以 福获 福获 可以从来 我讲错了 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 Google中明轩 好不然 这句话真的 那石町你讲一下 就是在南三的时候 12年来嘛 对不对 12年 然后7次冠军战 两次的冠军 印象最深刻的 有沒有哪一屆的球員 哪一屆的球員 或者說最驕傲的事情 哪一屆讓你印象最深刻 我覺得每一屆 每一屆都有他的故事 像在亞那一屆就是 他們高三的時候 就是有 就是佩佳那時候受傷 其實我們在八強 要近視的時候很危急 然後最後對到泰山 然後OT嘛 對 OT 然後最後贏球 那其實那時候 他們高三只有五個嘛 那受傷一個 那學弟頂賽其實有點落差 其實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哇 其實 其實我就跟他們講說 其實我們是一個表演藝術家 就是越是絕境的時候 我們去展現的那個力量 然後會讓人家來看比賽 你要感動他 就像看一個表演 所以那場我就說 我現在去想 我會覺得就是 印象很深刻的一場比賽 因為大家覺得好像沒譜了 而且我們輸到2塊20分 但最後啪啪啪 一直把他打回來 所以那場比賽 我就印象很深刻 然後還有一屆就是 佩成那一屆應該是107 然後是在 贈亞他們這一屆畢業了以後 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像 落差比較大 對 那其實這樣一路跌跌撞撞 我們真的是前面的比賽 輸到恨口 所有的杯賽都是 預賽 負賽就淘汰 就先回家 然後但是到最後 我們還是打到冠亞軍賽 甚至差一點贏球了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真的是很多事情就是要平 我覺得 所以其實這都是一些養分 不管是正牙在接下來 Plus League的表現 跟石金接下來 不管是要去哪邊發展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大家很期待的 包括石金跟正牙都是 那最後來問一下好了 就是說剛剛有問正牙這個 在比賽的時候有沒有一些迷信 或說你說會禱告 對不對 會稍微對自己講幾句話 那石金呢 你呢 你執教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迷信或者是什麼 迷信 我就是一開始就是會想要穿西裝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 我今天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是很正式的要來到這個 比賽場地 還都不穿外套 還不穿外套 其實裡面穿發熱衣 冬天很冷 因為我的印象深刻就是 你比較少穿外套 對 比較少 你都穿著那個襯衫 打個領帶 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動作 怕動作破掉 什麼的 然後其實很冷 然後穿發熱衣 有時候寒流 你不要覺得我 然後誰穿那麼少這樣 對 然後一開始我會想穿西裝 那後來變成 我後來這幾年就比較自然 可能有時候慢跑鞋 可能是西裝褲 可能襯衫不打領帶 就是以舒服自然為 就是你很舒服的 這個狀態就OK 然後我比賽前會喜歡聽歌 尤其我覺得是一個 很關鍵的比賽的時候 我會聽那個 盧廣仲的那個 一定要相信自己 齁 對 你為什麼也露出不屑笑容 突然有那個畫面 有那個畫面喔 你知道教練會聽這首歌 沒有 就是 我記得家康 就是我的在上一屆 打冠軍賽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賽前 清哥就叫我們聽這首歌 一定要相信自己 但是在賽後之後也聽這首歌 但是是兩種不一樣的感覺 突然有那種感覺浮現出來 感覺會忽然回來就對了 對 賽前賽後都聽 他會有兩種不同的Fue在裡面 Fue在裡面 你是 你每一屆都放這首歌嗎 對 真的嗎 真的 就是很關鍵的比賽 或是說今天可能贏了就晉級 或者是淘汰的時候我就會聽 因為就是你 就是我之前比賽怎麼樣 很低潮很低潮 比較心情比較不好的時候 就突然在電腦裡面 他隨機跑出來 我覺得看他的一些歌詞 我就覺得對我很有感覺 所以後來就是我都會去播這個 一定要相信自己 那那個時候你聽三年後會不會覺得很煩 沒有啊 到現在還是那個記憶 還是那個記憶 還是那個記憶 就印象說那個時候我聽的這個賽前聽跟賽後聽 兩種感覺 真的真的不一樣 可是你還是要相信自己啊 對不對 他後面的歌只是 今天過去 今天過去 就讓我緊緊睡去 對 不然這個 對啊 後面這個歌 你直接睡去耶 直接睡去耶 還是說你要利用一個很好的 平常心的一個狀態 相信自己玩之後就這樣 就睡了 好 這個我改進 好 我回去睡一睡啦 好 那這個節目的最後啦 最後啦 我們請這個 鎮牙有沒有什麼話跟 支持你的球迷 其實現在已經累積很多球迷了 有沒有什麼話跟球迷講 就是還滿想要跟 從學生時期就支持我到 上職業隊的這個 現在這個身分的球迷來說 對我來說啦 真的是很大的動力 因為其實每個球員站上舞台 都是想要被關注 那我自己是覺得 很多球迷真的是很支持我 甚至是很多賽後的卡片 或是來拍照 雖然有時候真的還滿累 但是心裡是感人的 因為有看到這些支持 對我來說也是一部分很大的動力 對 我是只想要跟大家說這些話 很好 講得非常好 我們希望在新賽季 鎮牙的表現 可以像你剛剛說的 我們有球迷的支持 然後你在場上也好好表現 那也預祝 時間在接下來 不管是要去哪裡發展的 都可以很順利 然後也為我們講更多的球 對 然後也可以 幫我們培養更多好的球員 然後不要逼大家聽盧廣眾 我一定要相信自己 好啦 那今天節目的最後呢 這個鎮牙還特別帶了一個禮物 要送給全體注意的觀眾朋友們 那要抽這個聯名的喔 就是領航員 PILOTS跟CROSS SPACE 一起聯名的純泰杯 要送給球迷 所以要記得訂閱 麥卡貝運動頻道的Youtube 然後到這支影片的下面留言區 然後寫一句 你想要祝福鎮牙 還有石巾教練的話 那你就有機會 可以抽到這個獎品 我們要感謝鎮牙特別帶來這個禮物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全體注意 在籃球帕的部分 非常謝謝兩位 謝謝鎮牙 謝謝石巾教練 祝你們接下來非常的順利 那也記得呢 大家可以多多留言 只要跟體育相關的話題 只要你敢問 我們就敢答好不好 不要客氣留言下來 同時要感謝許多的贊助單位 特別是VTEX 要感謝我們的CANDIGAMA 那也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也感謝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